或者由大到小的順序 同學們好 我們現在要寫的是 今天第四周知傳以的最後一個程式 泡泡或泡沫排序法 英文叫bubble bubble就是泡泡的英文 可是呢 通常有件事情 中文字很多的時候 就看不下去 除非心情很好 像我現在心情很急 我就看不下去 寫程式有個要訣 盡量有圖就看圖 如果沒有圖就會很痛苦 所以看了半天有沒有圖呢 發現好像都在講解程式嘛 所以你聽不懂 是因為真的很累 教大家一個口訣 如果有影片 我們就來看影片 請問這個地方有沒有影片 在我們剛剛的重點是 如果你要試著看 老師的講解的文字 老師講解半天 你就是聽不懂嘛 中文也看不懂 英文看不懂 語文也是用中文英文講 你也聽不懂怎麼辦 我們說可以有個要訣 去上網看影片 如果影片看得懂 就像我上個禮拜教大家 學英文的方法 不是去查字典 查字典還是看不懂 請上Google搜尋 直接搜尋 比如說你不認識的字 叫Bubble BUBBLE 假設有個東西叫泡泡 打錯字 重打一次 BUBBLE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Bubble 我們Google搜尋用圖片 你看完圖片 你就知道 原來這叫Bubble 這叫泡泡 所以圖片搜尋 人類的學習圖片比較快 同樣的道理 這就是Bubble Bubble英文字 看這個就會學英文了 學英文的方法 你也要學其他語言 學日文德文什麼文 不管它 就是用圖片來學會最有效果 如果圖片看不懂 那就是那個字先不要學 你先學你看得懂圖片的東西就好了 同樣道理 我們要進行Youtube影片 我們不是要找 這裡就教你怎麼做Bubble Sort 泡泡排序法的英文 可是呢 這個太複雜 我們先看一段有趣的 算了 這個影片還是不夠帥 我們就直接拿台大的 來上那個影片來看好了 所以我再開新的 Youtube影片 看影片 學程式 Youtube開始錄影 我們搜尋關鍵字 就是C語言 跟著Coursera Coursera空格 我們來看看劉邦峰老師的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劉邦峰老師 建立許多的完整影片 我們現在要看的影片是什麼影片呢 這個介紹的都是文字 沒有動感的地方 我們想要看有動感的 所以我們做什麼搜尋呢 我們找他所有的影片 我們只看裡頭看起來 最有動感的感覺 載入更多影片 我們直接看 我們直接看Coursera 最後登出的Coursera的教學影片 所以我們今天有Coursera的Home 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台大劉邦峰特別拍 講解 泡泡排序法的一段影片 我們登錄 劉邦峰老師的課程 選擇 右邊有個介紹影片 我們不要看其他東西 我們只看影片 關鍵字 Youtube Coursera 劉邦峰 台灣 不要用英文 要用中文 剪接影片 兩分鐘 我們看看什麼叫做 泡泡排序法 他做簡單簡單介紹喔 他會講 我現在以流方風 最近我會在幕上 開設一名 計算機程式設計的課 那計算機程式設計 會讓一般人覺得說 這門課 非常的艱深 難以來學習 那我覺得這是表達方式的問題 在這門課裡頭 我希望以 生活化的方式來呈現 讓各位能夠很輕鬆的 用生活化的例子 能夠了解說 計算機程式設計 到底怎麼回事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來講 Bubble Soul 就是泡沫排序法 那什麼叫Bubble Soul 就是我們在一個陣列裡頭 要把陣列裡頭的元素 按照大的聲音來排好 我們就每次用左到右 看到兩個相靈元素 如果他們相靈元素的順序 是反的 我們就把 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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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這個 所以沒有基礎的 完全就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因為大家要做的 對吧 完全沒有人在知道他講什麼 所以他說 不應該這樣學 用另外怎麼能夠學 很淺顯的東西 想到大家都聽不懂 那以下的事情 他說大學教授 就是可以拿人家催眠的意思 我就想說 要怎麼樣 讓各位能夠 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 來表達我剛才想要講什麼 那Bubble Soul 會與會合的方式在進行 我們先看 第一個圍合 我們需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首先 我們會把相靈元素 還比較大 那如果順序是錯的話 他們會調換位置 如果不錯的話 順序是對的話 他們會留在遠處 可以看到 第一回合之後 最大的元素 一定會在 Rade的最後邊 那現在我們要處理的事情 就只剩這四個元素 那我們還是按照剛剛 同樣的方式來進行一次 現在第二大元素 現在第二大元素到這邊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負責這一段 就可以了 那經過這些回合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元素 由小到大 在陣列裡頭 還好順序 那經由剛剛的例子 我暫停一下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 剛剛 城市在跑的時候 如果我們可以看這個墮城 我們就可以講故事了 所以 就拉左邊 我們要開始教 泡泡排序法 我們藉由台大 劉邦鋒老師 教了城市碼 來講 什麼是泡泡排序法 泡泡排序法 它需要的基礎常識 是在第三週的前面 第二週 教你什麼是for回圈 第三週 教你什麼是array array就是 會宣告個int 控個array array 有多少 有五個數字 有哪五個數字呢 我們跳到影片最前面 影片最前面 它的數字分別是 有個括號刮起來 這個是在第三週 前面的影片 所以今天回家作業 請把第三週 第一段影片跟第二段影片 要看完 或是今天明天各看完一個 他說有個十三 有個十五 有個九 有個十一 有個七 總共只有 一 二 三 四 五 總共五個數字 所以 這是 今天回家作業的 第一段五分鐘影片 教你這行怎麼寫 它的寫法 有整數 有一個嗎 不 有很多個 有很多個整數 那同學說老師 array什麼意思 它只是個英文單字 你也可以不要寫array 你又寫一下 比如說 有五個number 簡稱五個num 有五個數字 你說老師 你為什麼要取num 代表它只是英文單字 我們國中 國小有學過這個單字 國小沒學過 國中學過num 就是數字 有五個數字 分別是13 15 9 11 7 現在我們的目標 是希望它從最小 放到最大 我們希望它最後結果是7 9 11 13 15 為什麼要排它呢 把東西排好之後有很多優點 比如說你可以計算成績 或是算最好的結果 網路上臉書搜尋 搜尋出最好的成果出來 所以排序 從小排到大 是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怎麼從這個排到這個呢 完全不知道怎麼寫 所以基本上在明川大學 我們在大二會教資料結構影像 會教它 不過我們在大一 我們也教了它一次 怎麼教呢 這程式寫法極為簡單 我們在第二週教大家 縫迴圈寫法 就是這個會跑19次東西 我們要做比較 我們怎麼做比較呢 要做排序 從小排到大 只有一個口訣 這口訣非常的好笑 我把乘字碼全部刪掉 它只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說 我們只需要 我現在寫一個很笨的一個乘字寫法 inter j等於0 j小於9 j++ 我乘字寫完了 1負... 點...點...點...我做交換 這個 已經把台大牛邦鋒 的老師的程式寫完了 什麼意思呢 左邊 這個左邊有個fo 右邊有個fo 左邊這個fo 叫做I 所以左手實質叫I 請用左手實質比著這個女生 我再往前倒退一點 倒後一點來繼續看 好,現在他的這隻手,左邊這隻手叫做I,左邊這個手叫做I,右邊這個手叫做J,所以有個叫左邊I,右邊有個J,左邊I,右邊J,然後做什麼事情呢,他點他一下,摸他一下,這兩個數字I的數字,LUMBER第I個,跟LUMBER第J個,這兩個好朋友呢,互相看對方, 注意,由小到大,所以呢,這就沒事,因為是小的在左邊,大的在右邊,這是什麼,正常,正常就不做事,衣服不正常造反的時候,如果不正常,就要做交換,所以我們來繼續看,這個正常,正常沒事,我們看下一個快轉,這地方我們再跳太多再回來,繼續重走一次,摸兩次的時候,兩個去比,左邊要比較重, 右邊要小,右邊比較大,造反了,所以這邊把乘式寫完喔,一輔左邊的數字,大於右邊的數字,什麼意思呢,I跟J,左邊是I,右邊是J,那麼如果,左邊要比較小,右邊比較大,結果,右邊既然大於左邊,那,那,這兩個要交換啊,不行啊,他怎麼大小變這樣,所以我們第二個要教大家的乘式碼,是什麼叫做交換? 我們把交換乘式碼再寫出來,大家就有感覺,交換的意思就是,一樣,CodeBus就大小,大於小於刮到刮起來,這邊有做交換,交換寫法,這有個觀念,非常困難,inter,temp,等於第一個數字,第一個數字,不是等於,設成第二個數字,第二個數字,設成temp這數字,我們把乘式交換全部寫完,其實啊,我跟大家講, 我們已經把數字從小排到大,我印答案結果,先印答案,讓你驚喜一下,I等於,I小於不是9,我們總共只有五個數字,所以全部改成五個數字,這叫做排序,從小排到大,我現在把五個數字印出來,怎麼印呢? PWINF,把數字印出來,然後呢,第二個數字印出來,好,我把乘式寫完喔,這就是今天,說要寫的乘式碼,就是它的,我們直接給大家看,先看結果,驚喜,然後再看它怎麼寫的,我這個叫做,變形的泡泡排序法,變形就代表,非常容易理解,容易理解到,讓你下一次,快一點,出來了, 誒,我好像左右電腦了,如果左邊比較大,右邊比較小,我就左右跳,喔,我這一頭,注意,它不是從一樣開始的位置,它從I的右邊加一個,我寫錯了,寫程式的特色,寫錯了很開心,改一下就好,你不知道我在改什麼,沒關係,我就這個版本,再講解一次它做什麼事情,它會從,沒有排好的,變成排好的,這老師怎麼那麼厲害,我們用一種,變形的泡泡排序法, 簡單來說,我的左手,跟我的右手,摸這兩個人,摸了之後呢,應該左邊比較小,右邊比較大,結果它顛倒了,如果它顛倒了,這叫顛倒了,我就做交換,所以只有兩個關鍵要有,第一,叫左手,神奇的左手,我這邊寫一下左手,然後呢,右手,左手跟右手,就兩個數字,劉邦老師的影片看不懂,沒關係,看我的影片,I是左邊的左手, J呢,是I加1,I右邊的那一格,所以劉邦老師這手停這邊的時候,另外這手放這邊,I加1這格,然後反正每個數都跑過一次,從I加1開始,所以左手,比完,右手比,兩個看,有沒有造反,這叫造反,如果造反,第三個觀念,叫做交換, 所以這什麼,如果不合理,如果造反的話,造反就是,要革命啊,不行啊,這個怎麼可以左邊比較大,右邊比較小,造反了怎麼辦,敲回來,做交換,這叫交換,所以,我們已經把全部的排序寫完了,排序的要決,就是這樣,我們可以把層次變得更複雜,比如說這邊寫,115,這邊改成,77, 數字很奇怪,我們再仔細一次,看是不是從小到大,是,它都是從小到大,所以這個排序法,其實不是叫,我這個不叫泡泡排序法,它叫排序,從小排到大,我這個叫選擇排序,每次選擇東西排排看,選擇排序,所以,不管數字,一開始讀的是什麼,亂七八糟,只要照這規則,程式就寫規則,規則,就是,你之後倒帶再看, 一個叫左手,I,左邊的叫I,右邊的叫J,兩個人碰在一起,比較大小,如果不合理,應該小到大,結果大到小怎麼辦,我做交換,這樣做完,我就排完序了,那我,全部影片就交完了,我現在,最後總複習,最後這程式碼,叫做,用FOR回圈,回圈做什麼事情呢,印出, 五個數字,印出數字,印出數字,用FOR回圈,有幾個呢,五,基礎型,所以總共是五個數字,把五個數字,交換完之後,從小排到大,照著大小,順利排文之後,再印出來,那麼我們印出來的結果,就一定,是從小排到大,這個,就是排序,這個就是,小葉老師發現,最簡單的排序法,比泡泡排序法,還有簡單的排序法, 就是有左手有右手,不合理,就交換,所以你只要理解,左手右手,然後還有理解,衣服不合理,最難的理解,是這個交換,什麼叫交換,這個你可能要花五分鐘想一下,但是最後結果,你就搞懂了,好,老師講解完,影片斷線,同學回去再想想看,然後再重新回去看,劉邦峰老師的,第一講到第五講,第二,第三周的,第一個到第五個影片,總共二十一分鐘,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